白化佛法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那么今天是2013年8月22号星期四 农历是7月16 那么每在星期四的我们的悬议中诉节目的前面的台长 就挤出十几分钟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开示 白化佛法开示 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知道 我们现在人在这个社会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很多人为自己的生活奔忙 但是最后忙了一场空 什么都没有 因为他把理智已经忘记了 所以他去追求那些得不到的东西 得不到的东西拼命的去追求 最后就是给你带来失望 所以真修的人要理与智一起拥有 智是什么 要智慧 理是什么 就是你要懂得一个人要想清楚 想明白 把自己的不好的想法理理顺 你要懂得走过的路 所以理智是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跟大家讲的 你给我理智点呢 实际上就是要找出一条道路 让你这条道路能够成为有智慧的道路 有智慧才能讲道理 才能得理 所以我们学佛本身要懂得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智慧呢 就是要学会控制 当一个人学会控制自己的时候 实际上你就拥有了理智 我们什么都不想你说我们是不是拥有理智 因为当你心中放空的时候 实际上你已经拥有了智慧 对人间的事情看得明白一点 看得空一点 你就是拥有理智 所以我们经常讲四大皆空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修心念佛要随缘为之 随缘是什么 就是随着这个缘分 所以很多人说修行了 啊我把家跑了 那你是要出家 并不是修行 你在人间的兄弟姐妹 朋友 亲戚 都要随着你修心念佛 随缘为之 因为不能绝对 因为绝对就是只有一没有二 所以当我们要想把问题看得比较圆容 圆伦和自己要懂得随缘的时候 那么你才能接触到真正学佛人 圆容后的真相 也就是说我们人间本性那是圆容的 我们的本性和我们的悟性都是圆容的 那么我们就会找到一个解决人间所有烦恼的方法 那就是要懂得悟性 因为开悟才会让你本性生出 听众朋友们 首先大家知道 我们在人间要吸福 要吸佛缘 我们不能错过 这叫机缘 这叫佛缘 希望大家珍惜 所以我们的缘分来了 我们就要懂得怎么精进 所以我们要懂得想学成佛菩萨的智慧 我们要拜的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在人间救度众生 观世音菩萨在人间帮助我们 所以希望我们拥有美好的本性 希望我们懂得怎么样做人 希望我们懂得珍惜佛法 珍惜佛法的人就等于珍惜了自己的生命 因为佛法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 你珍惜佛法的人就犹如你把珍贵的佛法放入了自己的心中 你就会随缘 每一天 你就会在菩萨慈悲关怀下 找到自己的智慧和虔诚 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要好好的修 我们要真正的修 我们不能今天有修 明天不修 这个等于无修 所以 真正学佛的人 在身体上 要懂得节制 在心灵上 要懂得快乐 心情好的人 心情快乐的人 那是因为 种下了善因 善因种得越多 我们得到的善果 也越多 心里的开心 实际上就已经验证了你的果 所以我们经常说 把善 你会做出很多善良的事情 当你的意识 已经做了不好的行为 那你就会表现出很多不好的意识思维 所以台长 所以台长跟大家讲 我们因缘 聚合的时候 那就是 你自己 造业所受报的时候 如果你的善因缘 聚合 那么你就会受到善报 如果你的恶因缘 聚合 那么你的果报 还自受 所以台长经常举例说 有一个人 做过一件善事 等到有一天 别人飞黄腾达 做了官了 那个时候 这个人会想到 曾经帮过他的人 说不定这个因缘 合合的时候 他就会让你 提升你 让你也成为一个 做官的位子 那么如果你曾经伤害过这个人 等到哪一天 他做大官的时候 他一想起你 你就惹来了杀生之祸 所以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我们学佛做人 就要懂得因缘合合 顺缘 那就是随缘 逆缘 那就是攀缘 所以我们不种下不好的缘 我们才能从人生这么苦难的当中 悟出因缘聚合时 为什么果报还自受的道理 听众们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学佛 做人 都是一样的 人成 基佛成 做人要做得好 学佛 才会学得好 这个人 人都做得不像人 他的佛 一定修不成 所以我们学佛人 要懂得一个道理 那就是自度度人 我们要自己能够度自己 让自己明白道理 我们才能度其他的别人的众生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些道理 希望大家懂得人生是因缘合合而成的 所以要珍惜因缘就是珍惜你的果报 所以很多人把周围的人不当回事 把自己所认识的事物不当回事 一旦当你失去他的时候 你就会接受他的果报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佛 好好修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呢 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每星期四 下午在做悬疑问答 中述节目之前呢 台长会给大家有十几分钟的 白化佛法的开示 希望能够给大家增加法喜 好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我们的悬疑中述节目